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金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画的简易百搭微醺妆 那画这种烟熏妆的时候呢粉底不能太白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有黄色底调的粉底 然后眉毛呢也不宜画得太浅 所以呢我就是画深咖啡色 那完成了底妆和眉毛现在就正式进入眼妆的部分 主要呢这次是用到这一盒Laura Mercier的眼影 首先拿最浅的这个粉紫色吧 粉咖啡那扫在整个眼窝 那主要颜色呢可以把它放在接近眼睫毛的位置 然后慢慢往上移让颜色有一点渐层感 然后拿中间的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 它的颜色叫Bamboo是一个浅咖啡色 同金色这样那我就用硬压的方式 然后再慢慢用刷子把它晕开 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有掉粉掉眼影的情况 接着呢就换一个晕染刷 点最深的深咖啡色 点在眼尾的位置 那逆向的往眼头扫 剩余的呢就扫在眼窝 让眼窝的深邃感加强 那记得呢手法要轻柔少量多次 完了以后呢就下眼线的后半段 也要上同样的深咖啡色平衡一点 那眼尾的位置可以稍微拉宽一些 然后呢就拿一个干净的眼影刷 把线条晕染开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自然 然后我会用手指点一些浅白色的眼影 点在眼头还有眉骨的位置 加强立体感 到眼线的部分 我希望呢让眼睫毛根部 看起来比较浓密一点 所以我会用浓黑色的眼线胶笔 在睫毛根部慢慢描绘 这样子呢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加有神 然后我会拿眼线刷 把它点在我刚刚放隐形眼镜的盒子里 里面有一些眼药水 把它沾湿了以后 我就会点眼线膏 那这个是比较出名 Laura Mercy的eyeliner cake 那点完以后呢 就可以画出非常浓黑的线条 就像眼线液一样 那我就先用宽的这一头 把主要的线条描绘出来 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刷子反转过来 另一边呢是比较细的眼线刷 那我会仔细勾勒眼尾的部分 那把它细细的拉长 画得精致一些 那剩余的眼线膏呢 就把它轻轻的扫在下眼尾 尾端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样眼睛呢 就看起来更完整了 夹翘眼睫毛以后呢 我不会选择浓密的睫毛膏 因为那样看起来太浓妆艳抹了 那为了比较清爽的感觉 我会选择线长卷翘型的睫毛膏 把它扫在睫毛上 看起来呢 眼睛会比较清凉 没有那么重负担的感觉 完了眼妆以后 就开始修容 那修容是必须的 因为可以让脸呢 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也比较配合刚刚的眼妆 那颜色不要太深 要不然看起来就会脏脏的 那也是少量多次的 扫上脸颊的部分 还有鼻影的部分就可以了 腮红方面呢 选择的是蜜桃粉色 沾取适量 然后把多余的拍走 然后轻轻的点压在脸颊上 那点到你觉得那个色泽色度深浅 差不多以后呢 就把它晕染开来 完了以后用这个象牙珠光色的打亮粉 它虽然有一点点闪亮的感觉 可是看起来很自然 而且呢 让脸部看起来更明亮和立体 那除了扫在这个T字和下巴的位置 我还会呢 扫在眼底的位置 对 因为呢 这样可以把眼睛打亮 而且呢 我会把剩余的粉 再轻轻的带到苹果肌的上方 这样子呢 脸颊看起来就更饱满了 嘴唇部分呢会用裸色 用的是Bobby Brown 如果呢 便宜一点的选择 可以用Etude House爱丽小屋的这一款 像画这种稍微浓一点的眼妆的时候呢 唇色切记不要选太红太深的颜色 要不然呢 整个妆感就太重了 所以我还是保持裸色调 低调一点就好 那这个就是完妆的效果 希望你们喜欢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 还有简易的造型 那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